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距离边境上的过境点 只有两个街区 那我身后的这栋楼呢 是用来接受 其实我本来的决心是不够的 因为我 我觉得像我们上海人 比其他省份稍微有点钱嘛 就是可以 可以有更方便的途径 用不着冒生命危险 就是我们 我这个移民 本来就是想简单一点 投资移民就可以了 就是后来这各方面的阻力 造成了我 好像唯有走现这一条路了 离开中国 那这怎么说呢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啊 对吧 我们 中国政府太强势了 对吧 它的操控能力太强了 比方说 我们上海地区 就是你手机 基本上你必须要装一个反诈APP 否则的话 就是他们会用各种方法逼迫你 就是 来自孩子学校的压力 然后还有来自公司的压力 就各方面 就是要你一定要装这个软件 就是 我本 就是他们不强迫我装这个软件 我以为这个软件没什么 他们一旦强迫了 那我感觉这个软件好像 是用来监视我的 对吧 为什么我 我这个手机自己花钱几千块钱买的 我连装什么软件的自由都没有呢 对吧 那我就想其他办法吧 可以这么说 孩子的决心比我们更大 他就是 也怪我不好 因为我经常 经常翻墙 就是有那些VPN什么的 就是 学校里洗脑的时候 我在家就给他反洗脑 就这样的 他就回来老师跟我吐槽 就是 还有一些什么私政课 他觉得 非常的不合逻辑 对吧 我当然有这份的顾虑 就是 就算我拿到了这些纸 我知道 我的庇护申请可能 可能也下不来 但是 怎么说呢 我们也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然后我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我们回不去了 担心 那我可以工作啊 我妻子也可以工作啊 基本上 活下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吧 之前在国内的任何积累 都是无效的 到美国来就是 找一些低端的工作 就是美国人都不愿意干的活 我们才去干 就这样的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至少 辛苦我这一代 我的下一代会更幸福 对啊 其实 中国人对子女的期待太多了 我对她没有什么期待 就希望她 安安全全 快快乐乐地长大就可以了 中国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条件在中国的话 太难了 ül basket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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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